第四个问题是 对一切人似无不再执着就证阿罗汉 请问证阿罗汉是什么样子 这个事情你问我就错了 你自己把对一切人似无放下 你不就知道了吗 你不就成了阿罗汉了吗 否则的话你问这个话的时候毫无意义 可是这个说得容易 做起来是实在不容易 真正彻底放下 是佛给我们讲的 把妄想分别执着 这三大类的烦恼通通放下了就成佛了 在我们华严经里面就是法身菩萨 法身菩萨是真佛和不是家佛 这个宗门讲 阴心渐心 渐心臣伏 那么这一桩事情 我们就是最近在华严经上 也讲得很清楚 很透彻 那么臣伏之后 还有42个阶级 华严经上讲 死是因为法身大死 这个阶级到底是有是没有 我也讲得很清楚 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没有 你要说有呢 一阵法界确实是平等 绝对没有等级 没有差别 就是从破一篇无名这一份法身 统统平等 为什么他都没有分别执着了 哪里还有阶级呢 但是为什么不能说没有呢 因为那个无名稀气为端 但是无名稀气 都应该死 所以这个是 这个 众生有感 佛菩萨有印 在这个 这个九法界 我又可以说摄法界 摄法界里面 硬化 一丝好障碍都没有 他跟究竟圆满佛 确定没有两样 所以这个习气不碍死 但是习气没有断剑 所以不能说他没有 也不能说他有 这个一定要懂得 不像摄法界里面 摄法界里面确实有高相 确实有差别 一阵法界没有差别